Hello 大家好 我是穆sir 今天就要和大家讲中国历史 最近有个小学老师 应该是常识科老师 把鸦片战争的历史 讲成是这样 首先讲一讲1840年 其实在1840年 中国和英国 就发生了一场名为 鸦片战争 英国就想 以这个禁煙 为理由 去派兵 去攻打中国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 英国就发现 中国当时很多人 去吸烟 吸食一些烟草 这个问题就相当严重 所以他们为了去消灭 这些叫做鸦片的 物品 所以就发动了 这场叫做鸦片战争 不幸地 在两年之后 1842年 中国就打输了 于是 双方就签订了 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大家看完影片之后 你都发现 这位老师居然把鸦片战争的起因 就说成为英国想禁煙 然后就攻打中国 然后他就说 因为当时 英国发现有很多中国人 吸食烟草 首先说清楚一样东西 鸦片不是等于烟草 鸦片是一个草本植物 然后提炼出来的 鸦片是毒版 是 没错 OK 所以 这个问题 英国觉得这个问题 中国人吸食烟草 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所以最后就派兵来打中国 解决这个禁煙的问题 那烟草是哪里来的呢 是的 之后我们会讲一下 究竟鸦片战争真正的历史 是怎样的呢 当然就不像这位老师所说 英国为了帮中国禁煙而走过来打 因为当时我们说 在鸦片战争的时间 其实就是1840年发生 其实在1840年之前 其实大概在乾隆年间 中国本身在清朝一岛是有四口通商的 在四口通商之下 当时清朝因为他是一个外族的统子 他就很害怕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 会和我们的汉族私底下 合在一起去反清复明 所以在乾隆年间 只剩下一个地方 一口通商 就是广州 而且广州更加设立了一个公行的制度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隔绝那些外国人 即是英国人 或者西方人 他直接和本地的人民交流 而那个公行制度 当中就是作为一个加强限制 或者当中可以抽税的一个管理机构 那么在这个制度下 英国人就觉得自己的贸易自由是受到阻碍的 但是当时我们国家 清朝是怎么想的呢 当时乾隆曾经对着英国的使团就这么说 他就说 我们天朝大国 即是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就不需要透过这个外移的货物 以通有无 即是简单来说 你的货物来 我不是必须的 OK 那现在你这么想要我们的私囚 刚才你讲的茶叶 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认识 看出你 和你进行贸易 所以当时 由乾隆开始 我们对于西方贸易的态度 是一种怀游手段 其实我们将那班 英国人也好 西方人也好 都当他是外族 接着就当是 我给你进行贸易 就是一个恩赐的方式 那这个是开始的时候的鸦片 即是这个中英之间的贸易 刚刚好 当时因为西方工厂里面 生产了很多无積品 或者是棉花 因为最先开始 英国的先驱的城市就是曼切斯特 当地 它就已经是很多工厂 就继棉花 继毛继品 然后就透过运输去到利物浦 利物浦就是一个港口城市 然后就用船 就运输去其他的殖民地 和其他的市场 因为当时中国 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口 不知道 这个就是当时 我们说我们有四万万人口 大概有四亿人 而四亿人对于英国来说 它是一个刚刚经过了工业革命的国家 它是需要一个很庞大的市场 所以它就看准了我们中国 当时清朝这块肥猪肉 希望打入我们这个市场 当时有一班曼切斯特工厂的厂主 认为四亿人口 只要每人买一件衣服 即是那些无積品 他们的生意就做到 即是做到下世都做不完 这个生意太大了 但是这个只是他的美好一厢情愿 但是他来到中国很明显 我们就不太受论他们的东西 他很喜欢我们的茶叶 所以当时我们的茶叶去到英国 直接是将英国人本身的饮食材贯都改变了 知不知道英国最喜欢喝什么产品 以前 除了没有茶叶之前 牛奶 牛奶是很健康的产品 没错 除了牛奶之外 更加不健康的产品 啤酒 没错 他们原本是很喜欢早餐就开始喝啤酒 所以你去英国的时候 发现那些英国人 下午四五点钟在伦敦街头 已经醉倒在那 因为他有了茶叶之后 他们开始改变了他们的饮食习惯 早餐他们喜欢喝茶 应食早餐 是的 没错 而他的茶叶主要引进 就是在我们中国引入 所以他面临这么大的贸易产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有贸易产 中美有贸易产 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美国希望 贸易战 是的 没错 因为他的船肩炮利 不能够屈服我们 所以他唯有用一些贸易的手段 知道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所以他只能够加强关税等等 加大关税 令到我们屈服 或者希望 但是当时英国 他就用了另一个方式 是一个 我们认为这一场是一场不正义战争 为什么我们说鸦片战争 是一场不正义战争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透过毒品买卖 来加强我们对于他们的需求 而扭转这个贸易产 当时英国人已经在全世界很多殖民地 最近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殖民地 就是印度 是的 所以当时他的东印度公司 就在印度那里生产鸦片 希望透过鸦片贸易来扭转这个贸易差 但其实我们中国人 知不知道鸦片的祸害呢 一早已经知道了 我们其实在清朝的时候 无论是雍正皇帝 还是他的孙家庆皇帝 其实都已经下指禁止鸦片贸易 所以这一场战争 一开始英国怎么输入鸦片呢 全部都是透过走私 没错 全部都是走私货 就是没有关税 没有任何东西 所以因为他走私大量鸦片 来到中国 当时林泽徐上咒道光皇帝 那个咒节说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再不禁烟 我们中国就无遇敌之兵 就是士兵全部吸鸦片 变了东亚病夫 打仗都没力了 因为鸦片是令人纷纷欲碎的 摊在床上吃的 第二件事 因为我们大量流失这个白银 令到我们是无响 就是无君响之银 就是令到我们连 派给士兵的这个银两都没有 就是没有军费 所以其实去到道光皇帝的时间 我们的国库里面 剩下的钱 只有二千多万两而已 那本身有多少钱 本身的时候 其实如果在这个 嘉庆皇帝 他当时刚刚上位的时候 抄了和身家 其实一共是抄了几亿两 所以其实我们大量的鸦片贸易 由1800年开始至1840年之间 我们每年大概流失千多万两 这个鸦片的贸易 顺差给英国 在这个情况下 所以道光皇帝听到林泽徐说 于是下令要禁煙 禁煙 林泽徐首先在北京 就派为阴差大臣来到广州 在广州那里 首先和那些鸦商 当时有个鸦商的代表 就是这个义律 就和他说 我们要收下所有的这个鸦片 开始义律就不肯的 就是不答应 因为这个损害他们英国商人的利益 而义律当时就是作为大英帝国派来 大中华地区的一个商贸代表 那就是好像我们的商贸代表团的团长 那当时他是不肯的 但是林泽徐就用这个 就是没力了 将他们软禁在这个英国人的商管当中 那最后呢 他们乖乖地就交了两万多箱这个鸦片出来 那于是林泽徐就是最出名的 就是去了府门那里 烧光它 烧光它 千万不要用火字边去烧 他是倒下去 府门就是在我们东莞的位置 在珠江出海口 那所以他在那里挖了个池 就引入海水 倒了石灰粉 把这个鸦片倒进去那里烧毁 OK 烧毁的烧就是金字边的那个烧 那之后呢 于是英国当时的国会 就发起了一场投票 就是讨论 究竟应不应该用这个鸦片 为理由对华 发起这场战争 那最后这场战 这个国会讨论了三天之后呢 其实以九票之微呢 二百七十几票 对二百六十几票呢 以九票之微呢 是决定要派军队来中国打这场鸦片战争 那那位老师说呢 鸦片战争当中 后来签订了南京条约 其实签订南京条约之前呢 都还有一段估计的 就是关于我们香港 知不知道香港其实并不是英国人的首选 其实英国人一开始呢 他是想要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现在来说呢 可能你们未必听过那个地方 其实他就在长江出海口的南側 浙江省的周山群岛 那因为那个位置呢 其实当时呢 义律呢 向英国的外交部提议呢 他们是很希望去霸占那个位置 那所以呢 为什么要去定海这个位置打仗呢 就是其实希望顺带呢 去霸占这个周山群岛 因为周山群岛呢 他跟香港一样呢 都是一个深海港来的 那水深港湖 那所以可以方便我阮阳船来到 并且同一时间呢 因为他接近长江 所以可以透过内河贸易呢 可以将他的贸易呢 深入中国的内陆地方 那因为香港呢 就算我们附近上去上面有珠江 但是其实他的复原呢 就是影响的领域的范围都有限 那而且呢 他也都看准了 其实周山呢 在上海这个位置呢 也都是比较接近日本 所以其实当时呢 因为日本当时刚刚好呢 在后来也都有陪理扣关 美国将军去到日本打开他的锁国政策 所以其实英国当时也都在 希望在整个东亚的地方呢 是涉立了一个贸易的中心点 就是周山群岛 OK 但是后来的原因可能就有几个的 有一个说法就是因为 在那里有水土不服 有很多英兵就病了 甚至死了 所以后来呢 去到真正签订了南京条约之后呢 就决定呢 就要了香港 就没有要到这个周山 那这个大概呢 就是当时鸦片战争的过程 那你见到呢 其实这一场战争呢 我们在中国历史当中呢 我们非常之重要 今天呢 是佛誕的假期 为什么我们特意要拍这一场 这段片呢 原因就是 看到这个老师的说法呢 简直是佛都有火 因为呢 这场战争可以说是 中国近代史上面呢 第一场 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战争 是由1842年开始 去到战争为止呢 我们对于外国列强的仗呢 是没有一场打赢的 OK 所以呢 这个也是我们中国历史 或者近代史里面 一个国情教育 很重要的一个課程 那其实这个 常识老师 是不是有常识的呢 那现在做老师的 这个门栏那么低的呢 嗯 其实 我相信 那个小学二年班的常识老师呢 可能真的没有避课啦 或者真的没有常识啦 所以呢 我希望呢 如果在疫情当中 有更加多家长呢 你上网看自己的子女上网课呢 不妨留意一下 究竟这些老师 有没有转改历史 是的 我们希望将正确的中国历史 教给更加多我们的下一代 那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讲 其他更加有趣的中国历史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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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